门随涉而常观 好像这个园子是与世隔绝的 或者是一个封闭的原因 但是其实也不然 在偶园的东南角 有一小楼 就这小楼 叫做听鲁楼 所谓听鲁楼 就是我园主人在这个楼上 可以听到园外的运河里面 摇鲁的声音 在这园子里头 也可以看到园外的风景 其实自己家里头 也还有一个小码头 主人摇船 可以沿着苏州的水街 可以到苏州的城里头 每一个地方 我们如果把视线再抬高 抬到偶园上数百米的高 我们看偶园 它的三面都是还水的 这些水并不是大自然形成的 这全都是人做出来的 人为什么要做这些水呢 我们再抬高视线 我们到苏州的城市的 数公里的上空 我们看到了苏州跟周围的山水 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苏州偶园 它的西边呢 有一串的山岳 西边是太湖 这些山呢 挡住了太湖水 如果要是有泛滥的可能呢 使得这个城市呢 能够更加的安全 而西边高 东边低水呢 慢慢慢慢地 从西流向东 人把这个水呢 都梳理着 把它进入到城市里面 整个的苏州 就成为一个水街的城市 实际上山跟城市 很早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苏州城也跟周围的山水 联系在一起 使得苏州成为一个 山水的城市 这是中国的城市的 一个缩影 不仅仅是苏州 我们再看看 中国的另外一个天堂 就是杭州 我们也是在地上 100米的高度 来看杭州 我们把这个试点呢 放到西湖上面的 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就是三坛音乐 这个小岛呢 很有意思 以前呢 有一个小的寺庙 叫做湖新寺 在这个位置 到宋朝的时候呢 西湖由于淤积的 比较厉害 苏东坡呢 来组织民众 梳理了西湖 把它输郡了 然后呢 把西湖的水面 又还原到 这之前的状况 输郡的淤泥呢 苏东坡在西湖里头 堆了一条堤 叫苏堤 这是今天西湖的 重要的一条风景 为了使得这个湖泊呢 不至于再淤积 苏东坡呢 在湖里面呢 立了三座石塔 规定 严禁在石塔的范围之内呢 种植莲藕 因为种植莲藕呢 是造成湖泊淤积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原因 在晚上的时候 石塔里头 如果点上油灯 天上如果有一轮明月的话 塔影 月影 湘影 城去 于是就形成了 三坛音乐的风景 三坛音乐 跟苏州的园林不一样 它是一个公共的园林 任何一个百姓 你有条件 乘船 划船 到了这个岛上 你都可以享用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试点呢 再抬高一下 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的西湖 和西湖 西边的山巒 把试点再抬高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 整个的杭州这个城市 山湖城 融为一体 就是中国城市 一个典型的代表 中国的城市 总体上来说 历史上都是山水的城市 无非就是山离城市的远近而已 但是不管山跟城市有多远 人们都会在城市和山之间 建造一个自己的系统 这个系统把山和水联系在一起 使得城市跟山水融合在一起 这是中国人生存的 一个基本的要求 它支撑着这个大地的生产和生活 没有西湖 就没有杭州 没有西湖 我们可以想象 一旦下雨 暴雨的时候 山上就会汇集很多的水 水下来以后 直接把杭州这个城市 就会淹没 甚至摧毁掉 杭州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 历史上的城市 也是靠着农业来支撑的 周围这么多的农田 靠什么来灌溉呢 西湖把山上的水汇集下来 灌溉周围的农田 杭州市民饮用水在哪来 杭州离海很近 很早以前地下水都是咸的 没有西湖 就没有早期的 杭州市民的饮用水 根上面西湖就是一个水库 但是这个水库慢慢地变成了风景了 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 它曾经是一个水库 我们再把视线再抬高 看看整个的西湖周围的这片土地 太湖的流域 杭家湖平原 宁少平原 这么密集的水库 这些是什么 不是上天给我们留下来的 这些是我们的中国人 成百上千年不断梳理 来梳理出来的